嗨,小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米老师同书会,今天我们一起要读的书来自皮特猫系列,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大好大的大树屋。 皮特猫和好大好大的大树屋。 皮特猫盖了一间树屋,它打电话给朋友们,我刚刚盖了一间树屋,它说,快来玩吧。 皮特的朋友都来了,好棒的树屋,朋友们说,但它有点小。 你们说的对,皮特说,它太小了,我要改一改。 皮特准备把树屋盖得大一点。 你需要帮忙吗?凯莉问。 好啊,皮特说,凯莉搬了许多木头上去。 我也来帮忙,好吗?马蒂问。 他们一起在皮特的树屋上建了一座高塔。 我们开个树屋派对吧,马蒂说。 派对,皮特问。 可大家来玩什么呢? 我可以帮你做个设计图,艾玛说。 树屋设计图。 太棒了,皮特说。 就这么办。 皮特、马蒂、凯莉、艾玛和坏脾气的蛤蟆都准备好干活了。 他们建了一间游戏室,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机。 他们建了一间保龄球馆,里面有20条球道。 他们建了一个波浪池,皮特可以在室内冲浪。 他们还建了一座电影院,一个滑板公园,一面攀岩墙和一座溜冰场。 皮特所有的朋友都来到了树屋派对。 他带一位朋友去打保龄球。 他带一位朋友去看电影。 他带一位朋友去滑滑板。 他带一位朋友在室内冲浪。 大家都来了吗? 皮特问。 是的,但我们都在一个人玩。 朋友们说。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和大家一起玩。 对,皮特说。 我们一起去下面的游乐场玩吧。 大家都爬了下来。 这个树屋太棒了。 朋友们说。 我很高兴树屋让我们聚到了一起。 谢谢你们。 皮特说。 玩。 小朋友这本书读完了。 大家喜欢吗?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